台南殺警案震撼社會 但殘忍殺警的兇嫌 是不是就算被判死刑 也不會執行 總統蔡英文最近面對廢死議題 是這樣回應 換言之就是不該有死刑 之前三個殺警判死案 法務部打死不執行 難道根本是故意 網友大炸鍋 痛罵 就算殘忍殺害一票人 也不會死就對了 蔡政府就是故意不執行死刑 連修法都不用 就實質廢死了 果然真面目露出來了 這不是殷皇 什麼才是殷皇 法官判刑都沒用就對了 你說了算 你拿什麼臉去面對死者家屬 這只是頒包養令來騙鬼嗎 蔡英文講的是廢話 你蔡英文如果覺得說 只要社會制度好 殺人犯的因素很多 那就廢死嘛 你不廢保留死刑在那一方 判了檢察官不執行 那你不是這是輕蔑法律嗎 你可以這樣做嗎 你兩面討好嗎 不可以這樣子 袁錦死了 內政部長才說可以大膽用槍 但藍軍踢爆 警線使用條例修法 早就擱置了兩年 蔡政府有本事幫阿扁除罪 卻不願幫警察修法 如今釀成員警枉死 民進黨就是罪魁禍首 現在執政黨不知道 你的優先法案是什麼 最基本的保障跟靠山 就從警戒條例開始修起 沒有修正的話 對於第一線的員警 只是致他們的安全於不顧 今天員警攻擊 政府是不是明天就忘記 蔡政府藐視法律不執行 不知選民是不是也會忘記 記者余縣行李配接 資訊小組台北採訪報道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通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P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 射筆 我只用張幾個音樂 表情